好了,受到封面的影响呢 相信在中部地区不少的这个民众呢 这个早上呢,上班出门时呢 都感受到这波这个美与封面的威力哦 这个雨势是又大又急 那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台中市国道一号 这个后里闸道出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面呢 它的积水呢,已经有半个轮胎高 有许多车辆呢,都开得相当的小心翼翼哦 就生怕呢,这个车子会有出现抛锚的状况 不过我们也可以透过画面中看到呢 有一辆车子确实呢,是不小心抛锚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一度呢,也造成这个交通的堵塞哦 尤其又是在上班的尖峰时段 所以造成相当多的用路人的不便哦 因此也要提醒呢 这个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这个用路人要特别的注意这里的路况哦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道警方的这个巡逻车呢 也在现场来做警戒哦 就是生怕呢,提醒这个用路人呢 这个积水的状况呢,是相当的严重哦 要特别的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哦 那其实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这个苗栗县台中市哦 来发布了这个豪大雨特报哦 特别也要提醒呢,这个观众朋友呢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呢 要特别注意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以及注意这个雷吉和强震风 尤其在山区的民众要盛防这个土石摊坊和落石 以及低沙地区的民众呢 要盛防积水的情况